就是那个步骤吧,那以后写VBA的步骤 第一步记得,所以你们也要熟悉喔 1,请你开启VIO Basic在这里 所以这个开发人一定要记得找到 2的话呢就是建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写Sub 一个模组可以写非常多的Sub 当然你可以分开来,你也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都可以,没有硬性规定 那这个模组为什么要分很多个?主要是分类 不同的模组,你可能以后程式写越多 那当然就要分类 如果你不想分类也没关系,你就一直写下来,也OK 没关系 那他规则一定是Sub 开头,名称,小瓜糊 结束的话是EndSub,里面的话就写程式 那程式不是只有写一行,你可以写 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再来的话就是他这个写的规则,记得就是要有一个阶层 所以记得 写的时候的话 记得 熟悉这样的规范 那慢慢的话我觉得 你就会越写越顺手 那这个VBA主要就是说,他里面呢 可以契合他程式 可以帮我们 去控制什么 控制以前你可能要利用滑鼠键盘才能做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利用那个VBA,帮你大量的去执行 那为什么他可以大量帮你执行 其实里面的话呢 我是觉得程式里面最厉害的地方 至少就有几样 那所以待会我们要讲 最重要的 那一个 所谓的 回圈的部分 那 为什么要学回圈呢? 回圈白话的意思 就是帮你重复做 因为呢 以后如果 你那个动作要不断的重复做 比如说像这边我要输入什么 输入 后面的资料的话 比如说我刚刚这样执行的话 他只会输入一个 可是 理论上 他的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他总共 会有几个呢? 我可以把游标放这边 Ctrl向下 总共是101个 那我总不能说 如果假设啦 如果你 如果你不会回圈的话 不会回圈的写法 那就是不会回圈 如果不会回圈的写法的话 其实 你可以把程式怎么写 就是 这一行怎么样 把它复制 到下面来 然后你只需要改这个 第二列 依然 第2 把它改成3 当你现在执行的话 如果后面不改的话 他会输出一样 可是如果你要 让他改正确的话 那你变成你后面这些 F3 G3 跟H3 这三个 变成你要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列号 资勤 他这个就OK了 0922 028 043 OK 那问题来了 如果底下的话一直往下 那岂不是说你要一直 Sales 到101 所以这个时候 假如你要重复做了 其实学程式 你想说为什么要学程式 其实程式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不断的帮你重复做 也就是说你只要把程式写好 他就会不断的帮你完成 重复的事情 这也就是 程式厉害的地方 那就是所谓的回圈 只是说回圈要怎么写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写 这个 所谓的4回圈 OK 4回圈 在那个 VBA里面 占有 非常 重要的角色 因为呢 其实回圈 不是只有4回圈 其实还有所谓的 DoFile回圈 不过我是 觉得4回圈用的机会会是 比较大的 那两者会有什么差别 之后我们再来看 怎么写 首先的话其实逻辑很简单 首先的话请你在那个 第2行的地方 我们就打那个4 4有个固定的写法 你只要告诉他 你 需要 把 这个列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我就从第2列 所以 这个多一个变数叫i i是一个变数名称 在VBA有个好处不用宣告 所以你直接怎么 给他 指定他的范围 fori等于第2列 空一格 到 101列 我这边是 如果你是第4列 如果你是第4列开始 那可能就103 记得Enter两下 Diagnet 请记得 这个以后的话 请你把它变成一个规则 也就是说以后 就类似用这样的方式 来完成 因为反正不外乎 以后的话就是 哪一列到哪一列 大概固定的范围 那只是说 以后会有一个 可能会 会变动的 像101 将来这个101可能不是固定的 那怎么办 这后面我们再来看 如果不是固定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 所谓的追踪 那追踪我的习惯是 游标放这边Ctrl向下 我只要知道 这个 是哪一列的话 那我把这一列 的数字 这个 这个资料呢 把它放回到这里来就好了 那至于要怎么做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 先讲固定的 那接下来的话 把下面这一行 因为这个底下这一行 可以删掉了 因为这个下面这一行 我只是示意的 但如果你不想要删掉它的话 我前面好像讲过 你可以把它注解 注解就前面加个单引号 表示说呢 这一行我先把它保留在这里 那我等到我确定不要 我再把它删掉 OK 注解 OK 然后请你把这一行 放到 这个FORM回圈的里面 意思呢 就是在这里面 帮我 重复做 那接下来的话 请你在这边按个Tab 为什么 那当你不按Tab 也可以跑啦 只是说 按个Tab 意思说 这个 程式呢 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帮我执行的 那再来的话 底下一般习惯是 不需要多余的 那个空白行 所以我习惯要把它删掉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2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他会先 把2先丢到这里来 再把3丢到这里来 一直到101 意思就是说 他会跑这么多次 分别把这个 I的这个数字 分别改改变 所以如果我现在把它执行的话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做了什么事 他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资料 先丢到第2列 再丢第3列 再丢第4列 一直到哪里为止呢 到101列为止 OK 所以这个范围就 就知道意思了 那只是说 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完全正确 哪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正确呢 就是 应该下面这个应该要变成什么 应该要F2 G2 跟 H2 要变成3 下一个变4 诶 所以 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要把这个 2 变成I 但是特别注意 你不能够直接把这个 I的值 放到这个 2里面 变F 如果你是把它写成这样的话 你一执行你会发现 哇 程式呢 就会出现很大的错误 我执行给各位看 这是错误的 一执行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错误 哇 Name 为什么Name错了 你游标放上去就大概就知道 他这边呢 就直接 不是变 2 而是变成 I了 诶 有FI这个列 没有嘛 所以 特别注意他就出现错误了 那 怎么改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这个变数呢 如果要放在这一串文字 特别注意 主要是针对 这一串文字 你就必须怎么样 把它串在中间 这个可能跟类似Excel的公司有点类似 那串的方式特别注意 原来是F2 如果我要把I串在中间的话 记得 他有一个 简单的概念 第1个 你必须把它 一个字串分成两个 所以双引号两个 前面跟后面分开来了 移到中间 第2件事情就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就ANDAND OK 第3件事情再把I放进来 这样就OK了 那 在VBA 跟那个公式里面最大不一样 AND的前后一定要空白 有点像那个 我们在撰写英文一样 英文AND 跟那个 字跟字中间一定要空白 那VBA也是有同样的概念 一定要 把它空开来 这样的话呢 才 会是正确的 不过呢 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 同学都头很痛 老师这个我现在记不起来啦 这什么意思呢 我不太懂 其实什么意思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 如果我刚刚讲的你还是不太懂的话 你可以暂时先 不需要马上一定要强 硬着头皮一定要马上懂 我教各位你干脆记个口诀算了 这个口诀 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设 原来这个是 假设2 1请你把列号选起来 如果它变动的话 2的话记得 你可以 背那个口诀是 先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的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把AND的前后空开来 这样也OK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不太知道为什么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的话 我跟各位讲 第一个算号两个 一是就是说 把一个字串 分成两个字串 第二个AND的就是把他们这两个字串 串 在一起 当然如果你要串在一起 一个 只是说为了两个 因为 你必须把i串进来 所以需要两个 再把i放在中间 然后呢 最后呢 因为VPA的叙述有点像那个英文的口语 英文的书写方式 字跟字的中间要空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它空白一下 这样子 就大公告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写完之后 再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 听懂你的意思 OK 所以其实 这个VPA 有点像是跟Excel沟通的一个语言 那当然他有个固定的规则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就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而且不能打错 所以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我们如果要写一个 这个for回圈的话 第一步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然后Enter两下打个Ness 把刚刚的那一行放在中间 那先处理前面这个i比较简单 因为他里面就放个数字 所以如果你把变数数字放到数字里面 那很简单 完全不需要修改 比较难的地方在这里 记得是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end 两个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把end前后控开来 这个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的练习 反正你多练习几次应该就熟了 那最后的话就把它执行 这样子 就 大功告成了 那最后清除 门号清除的话 其实 跟刚刚也是 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for回圈 这个 把它复制到底下来 然后在这边补一个Ness 这个清除比较简单 这边记得把它按一个Tab键 那 因为后面这个不用改 改前面这里 改个什么 改个i 这样子 就完成了 OK 全部完成 执行 全部OK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两个按钮 变成 叫门号公式 跟门号清除的话 那其实不用把它删掉了 有个简单的方法 直接按右键 重新指定聚集就可以了 指定哪一个 这个 名称的话呢 一样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这边就直接把这边做修改 门号 底线公式 然后这边 重新指定门号 底线清除好了 我这边叫门号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清除改成门号 底线清除 好 这样子的话 就 完成了 按一下 这个就清掉 再按一下 就出来了 其实你会发现 你现在做的动作跟上个礼拜 录制聚集是一模一样的 最大的差别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Excel帮你写的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这个我们自己写的 当然呢 如果你会自己写的话 那以后就简单了 反正以后很多事情 就可以 自己按照自己的需求 也就不一定要每次用录制的 因为录制有的时候 录下来的东西不见得是你需要的 而且 比较下来你会发现 录制的这么多 自己写的这么 就相对的少很多 你会发现程式就少很多 OK那请各位呢 再试试看这个部分 两个 那完成的画面呢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怕 打错的话 在云端的第14页 底下这边也有一模一样的程式 OK 那我把画面再 还给各位 试试看 啊呢 不认试看 不认试看 呢 呢 呢 感谢观看